我覺得這個機台非常的方便 因為就是平常家裡如果回收的話 回收車不是每天有 所以當你集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又可以過來投 然後同時又有折價券可以領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用心很高 因為它這個耗資很多 很大別的東西去做 用心很高 它回去回收物就再多 就還有很多過程 這個都是人員用心的所在 跟他們用心對傳播的一種概念去提供 那麼良好的政策也是 大家都應該要共襄升學 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島 從106年開始啟用以來 受到各界的好評 也很多人的廣泛使用 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萬噸 那全新升級的重點包括 我們這是可以從以前的8小時的服務 現在變成24小時的服務 那民眾隨時有需要都可以來 來使用我們這個自用回收島 另外呢 它也加大了後端的這個儲存裝置 最多最多可以回收到這個寶特瓶 有4萬隻的容量 另外還有這個玻璃的回收 是全南部第一 一座的這個玻璃的自動回收機 那歡迎市民踴躍來使用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資源永續一向是我們 推動環保理念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那很非常感謝我們民間企業 有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能夠把這個寶貴的用地 然後跟我們資源回收業者合作 我記得在我背後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在當年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從羅馬尼亞來的 所以是台商在羅馬尼亞推動資源回收 相當作然有成以後 把這個經驗帶回來台南 而這經過幾年下來 已經讓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們 非常的接受這樣的模式 把家中的資源或是旅貫 投入這邊的這個資源回收機器 然後換取那個折價券 可以在我們的這個樣販業者 能夠在這邊能夠使用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企業的這個社會責任 以及他們對於環境友善的一個精神 那接下來我相信這個資源回收島 不僅是以前的一個擴大 我相信要把這個經驗 繼續擴大到其他地方 我們台南市政府也將盤點 其他可能的空間 把這個資源回收的概念 越推越廣越來越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21號的中家台南電新聞 明年立委選振民進黨現任立委貴顧問為了順求年齡 上午剛才公布議員做選團 並發表天台湾個地方的計算靠河 貴顧問表示 今晚他能現出心臟的手勢 向前為了行為感染 願意付出生命 台南市立委的選舉 第二選區 因為民進黨 從山區到海山 民營很多大環境的挑戰 對處立委過國文 立委合上午在在座位台南市議員 包括府議長林志殿 辦公室主任 議員創立青 余祖青 黃造輝 丹秋風和沈正東上人的北斗 共同組成做選團 不肯幫自己的地方來服務和選團 當時也將盡力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多錢得來扭票 為了挺台灣顧地方 在我們賴清德總統 面臨台灣的前途大選的時候 我們不只台灣要勝利 我們更要把我們台南市民主 勝利第二選區把它顧好 這次的選舉非常的關鍵 我們不但有我們立委的選舉 我們還有總統的選舉 那台南又是我們這個總統的本命區 那郭委員的這個立委的選區呢 過去也是我們現在 現任市長黃偉哲的這個選區 這地方是我們真正的這個民主的信頂 國中立委過國務院 當時也公佈這次的競選比較好 並且打發議用 但一動選的主席 跟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若青鐵做回來欺騰 總共掛了67名的大型看榜 依到日本動漫晉級的巨人 鄉親為行為家鄉 萬一付出生命 現出心中 作為競選連任的起手勢 挺台灣 顧地坑 我的Slogan是挺台灣顧地方 挺台灣顧地方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這個挺台灣顧地方的原因 挺台灣顧地方呢 我特別用這個手勢 為什麼我用這個手勢的原因是這個 大家知道以前有 風靈過所謂的這個 近期巨人的手勢就是一個 這獻出你的心臟 我用我的心臟獻出給台灣 獻出給我的選區 這就是我的手勢 在民進黨頂到總統台選的主題 挺台灣以後 貴國文也公開自己的競選 更好挺台灣 挺台灣 各地坑 未來做選團 青年定選 包括創立青、沈振東、黃兆輝、謝蘇帆 和余祝親 頂人也相信貴國文的競選團隊 發言人 虎街選戰時事的揮影 政績的稅民 和謠言丁清定部分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報得 另外一 無當局新聞參選後一次 第2次第2選區立委的議員 鄧坤河 在議員周一期 和40多月去約會合友 和告文的社會 在這裡跟郵政割菜市場 用實際行動力來蔡港選項 協助成功 其中他這期政府奉林 無其黨所割三消失行 他若動選 一定要要求企護 服氣接任 由此各菜市場 中間200台青龍頭胸 中間上次的選項 都一定現 不過其實世情中的人 並沒有這個 各所謂頭胸都要考慮 對著介紹也有很多本來 都15塊錢 為什麼要賺錢 都要了很多 消螺蟹這樣會不好 外消螺蟹這樣就不好 整個都在市場 還問台灣人是要吃多少 消量很大 可是芒果太多 也是喔 消不完 今年芒果的產量是非常多 但不符合成本 因為什麼都漲價 套袋也漲價 工錢也漲價 農藥也是漲價 所以說雖然是量多 但是真的不符合成本 對處理會產生人 丹昆河議員 鷹修七月份 協辦選項 山蕭加林華 每下企業 才剛超過三萬多金以後 21個再需要車 作為企業的朋友 在這裡到市場 每一台都來告關 希望將農民 辛苦生產的都消失去 丹昆河強調 絕對不是選項年 才來作修 重視鎖個山蕭失陷 他每一台都能補替 有好的行動力 做給政府看 這都要有 架位 一些固定的組織 每一台都要來處理的事情 都要來整個的事情 不可以 選項大出之後 他就在這裡集結帳 我感覺這樣不是好的地方 不可以說 因為選項 選項要關心 其實呢 平衆時也要關心 平衆時也要關心 這樣高隆 比較不覺得 我們正在日本的作秀 睡覺一貫的 睡覺做企業經營的時候 每一台都在獄政 來要選項 每一台都在馬頭 要問答 所以睡覺是 做議員的 繼續延續 丹昆河在議員 綜藝齊北斗 走過一台又一台 他表示 來到順利 建立國會 終於上大利用 要求政府服氣接臨 改革等級 各種所個三消四行的難關 帶來新聞關集 彩虹報道 為了支持台南 照顧教職優先的理念 專人慶雄基金會 運用應 好利重心的通路 關鍵一倍 營養品跟民生物資 要讓台南 事務經營 在處市長文威鐵 都要請主辦發感謝中 也拜登職優先來台北 醫所需要的物資 當時進行結社會 這種體驗 西部銀行 就是要提供 經濟優先 在那時剛才經濟 困難時 有物資 等應急 對處在政府 和民間的協力 全年慶雄基金會 100空欄年到達 關鍵後 台南的物資 已經超過322萬 19號營業館一塊 超過170禮拜的營養品 和民生營養品 尤其中文威鐵代表家修 感受他們回饋社會心意 它裡面有小孩子 它兌換哪一本尿布 有的家裡面有老人家 它兌換老人家的這個 膳食補充的東西 有的家裡面 有具有不同的物資 它用這個點處去扣 這樣就能確定 確保這個物資 他們得到這個社會福利師 去購買物資 但是這個物資需要錢買 那就謝謝全聯幫忙 全聯幫這個忙很大 我們本來就是針對 所有全省的縣市政府 或是一般的社福團體 有成立食物銀行 實體的食物銀行的單位 都可以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會捐贈大量的 依據他們的需求 也許是尿布奶粉 或是飲品或是看護店等等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 企業的捐贈 然後讓他們的品項更為豐富 家庭的各個成員的 營養也更為平衡 那甚至於呢 我們也有急難救助這個專案 也就是說如果 一般的民眾家裡有變故的話 他可以到全聯福利中心來 直接去求助 北斗市長在專聯提供基金會 執行長貴董 也跟這位家屬愛心銀行 獲育的營養師做回菜賣 營養了解營養師 因為即刻主管回收 獨立採用調理 經濟的營養 在社工的研修 依照他實質的訴求 提供相對的點數 來對外所需的物資 大大檢查出來開銷 北斗市長馬丹林 介紹的體驗 來回應專聯所推動的 工業專案 由來提供入住 也更有稀村 感受機會 向著生命救 全聯另外呢 有提供相當多的 短期體驗的一個工作 這些工作呢 是讓我們台南市的 弱勢居民 跟甚至障礙者呢 來進來全聯這邊 來做工作 那今天呢 也特別設計了 一個體驗活動 未來呢 如果我們的身心障礙者 跟弱勢族群 來這邊工作 最主要是在收營區 那收營區的工作 它的過程呢 全聯這邊負責職訊 如果合格的話呢 會留下來 當我們的店員 那今天特別邀請我們的市長 也來體驗一下 在我們的櫃台結帳這個過程 也彰顯出全聯 為我們弱勢居民 未來設計工作的一個過程 聲音每一份愛心主委 來幫助助社 要讓我改感受台南 真的是溫暖 友愛下期 當然新聞 觀集 蔡昆布的 第十次台灣日本國際交流 各方會 明年中有等市議會來主辦 所以包括日本專台 立台優候議員 協議會會長上人 立前特別拜會南議會 並調去準備會議 會長議長 苦力力也代表 接受簽託書 台立國際交流各方會 明年中也會立第十次 對日空一半年 第四次在高雄市基盤以後 明年總是第二次 來台灣基行 並且由台南市議會主辦 透過台南市 在台立優候交流基金會邀請 包括日本專國立台優候議員 協議會會長 藤田和秀 理事長遠藤富士雄 以及三位副會長 也特別前來拜會台南市議會 優力議長苦力力 定這位議員 共同接台 我們非常重視 台日國際交流高峰會的 這個深化台日友誼的重要活動 希望今天在座各位貴賓 都能夠暢所預言 提供寶貝的意見 及分享經驗 協助台南市議會 順利圓滿地辦好 第十屆台日國際交流高峰會 在此要感謝所有為了這一次 準備會議 特地從日本各地遠道而來的貴賓 相信有您們的大力支持 一定能讓明年的台日國際交流高峰會 敬善敬美 非常期待明年能以地主的身分接待大家 再次謝謝今天所有貴賓的參與 祝福台日友誼長長久久 會長包括議長 副議長 還有民進黨團宗教貴鳳儀 無黨團結聯名宗教東坤河 和國民黨團副屬議長 陳伯爺頂議員誤會 會長並且由議長代表接受請託書 議長表示 配合每年台南四百 相信每年的台立國際交流高峰會 一定會辦到精神精力 台南新聞綜合報道 先學問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 謝謝大家 南臺灣有 EU 公民社團和電影所臨 所居辦的社區鋒鋒飛鴨店 經過賣三檔的夜情影響以後 今年飛鴨鴨班 這次以民隊作為主題 要用鴨雄 去出夜情當中的樂觀和雙雄 第七階社區鋒鴻鴻飛鴨店 由創車進入第十檔的公民社團 開始錄影電影設施班 以民隊為題 真算五部電影作品曾有鴨店 大概從三年前 2020年的時候就開始構思這個主題面對 因為這個題材剛好發想之後 決定的時候遇到疫情期間 這過程中其實我們社員一度想放棄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挑戰 在生活中 在工作上 在健康上 然後要討論這個題材的時候 也內心很多的交集 可是在這兩三年的一些的 醞釀跟沉澱之後 今年我們決定要把它完成 我們跟鴨店有兩張 分別在七月的禮盒跟在九月 在台南文化中心頂到 報應的作品 有的求情是跟少年流行有關 包括未來 感情和需要 另外還有他母親 不怕跟人上親情有關的 裡面還有跟你一樣的溫所 讓人非常期待 那過程當中呢 我們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是倍加困難 又不能群聚 那甚至像 《編紛蠟筆人生》呢 在其中很大的一段呢 電影中的很大的一部分 演員都是戴著口罩來表演的 這個也挑戰我們 這個演技以及導演的能力 那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也特別都選擇台南市有名的景點 像比如說無緣啊 比如說大魚的祝福啊 像這樣子的景點 然後來做拍攝 今年氣球太過壓榮 三大野情期間 雖然有困難 這後算有面對的勇氣和希望 電影出電影的這麼能量 7月22、29 台南文化中心 一起來面對 耶! 當然是梁順懷 蔡宏寶德 為了表現人 對山的情感和建議的心 但市美術館 特別以台灣的山跟人 既然的關係作為主題 電視台電報 由彥宏寶定李宗六位 給出家的作品 也要請你做回來到美術立館提供 山是台灣都市民間最大的地方 也是世界最特別的自然保重 台南市美術館電燃 引臨的月光 伊山為設電概念 泡過三個主題 探託山跟人之間的修行 以及台灣的獎順目 基本上其實 我們回到人性來看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些高山很高深莫測 那以人性來講 對於不熟悉的東西 對於未知的東西 就會有一些想像 所以在展間裡面呢 有包含就是 幽民的靈動之魚 就是在講說 人對於這個敬畏態度之間 對於自然的一個想像 另外就是在第二子題的部分 是那個 尋著明晰的光 因為台灣是 在那個歷史地理的時空 流轉之下 其實會有很多的變動 第三子題呢 也最後回扣到 我希望還是一個 謙卑平的態度 和三當朋友 這次也選了蠻多 國際性的藝術家的作品 那他們其實也都是來台灣 駐村或是想要了解台灣這裡的 一個山林的 或是說民族性的一個脈絡 或故事 那所以在地產間 其實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就是 香港的藝術家 譚若然及珍米富的作品 它叫共生回想 那它是一個山脈造型 那它有LED燈條 讓它的那個鐵絲網 跟上面的紙漿油 把那個山脈的機理 從大到小 展現出來 然後跟它周圍的繪畫 做一個對照 這些藝術家 他們其實 創作的歷程 就像登山一樣 我們需要的是 身體力行跟精神的修行 就像他們去想 創作脈絡 然後並且身體力行去落實 這件事情 走到山裡面進行踏踩 所以其實他們在 關心這個環境的過程 也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還是有那一份勇氣 跟那一份誠心 想要跟自然 就是做一個失衡中的平衡 電燈一路電池到11月到6號 歡迎大家到南美館來分享 用心咖啓時咖 這會來感受 算到豐富的面貌 讓我們新聞人說話 採訪報道 今晚算聽時咖啡是運動所引起 不過有這種叫做纖維肌痛症 就是因為生亡這樣做事 緩嫁時咖啡都沒辦法 對此各鄉一涵 透過為新主民治療的機會 救出後有有相關淨討緩嫁 一定要兩天就餘 高一分享運動完肌肉痠痛是常見的事 一般吃消炎藥可以緩解痠痛 但是有一種痠痛叫做纖維肌痛症 通常是因為生活壓力引起 所以沒有運動還是會感覺痠痛 如果是有發現說可能跟運動無關的這種 慢性的廣泛性的痠痛 長達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同時有一些像是睡眠障礙 或者是說比較焦慮 或者是說記性比較差的狀況 有時候可以在神經科或疼痛科的門診 去做纖維肌痛症的診斷的確認 那如果有辦法是有一個好的診斷的話 有一些藥物目前可以大幅的改善生活品質 那也可以讓病人的狀況 生活功能比較恢復正常 可以看到抽血的代謝體數據呈現 綠色表示健康 藍色是只有疼痛的族群 黃色則是又酸又痛的人 醫生也提到肌肉痠痛通常是乳酸堆積 但纖維肌痛症側出來的乳酸通常不高 反而與氧化壓力有相關 而纖維肌痛症常耗發於女性身上 也常與不凝腿症候群同時發生 呼籲患者除了吃藥控制症狀 就算痠痛到無法運動 還是要多動多伸展才能改善症狀 一般來說如果是疼痛痠痛的話 變換應該會盡量減少觸碰患肢 但是對不凝腿來說反而動一動 踢一踢按摩熱服會改善症狀 那這種情形在白天相較起來晚上會更嚴重 而且休息禁止適合的時候會更嚴重這樣子 那一般統計來說大概有三成到五成的不凝腿 其實是跟纖維肌痛症共病的 就是說如果纖維肌痛症四個病人裡面 大概有三個到五個同時有不凝腿的症狀 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吳女士 敲打著身體提到自己九歲時就身體痠痛 後來加到台灣到各大醫院診所檢查都沒有結果 直到遇到高一的神經部紅醫師 生活品質才有了好轉 好了精神非常非常好這樣子 好了這一時想要就是動一動走一走這樣子 沒有走就不行如果沒有走 我就是又發病更糟糕 所以我一定要站起來走一走 都沒有動走一切的事情 為了提供給新住民族群更友善的醫療服務 高一也與高雄大學東亞語系的裴光雄老師合作 希望讓新住民透過熟悉的語言 加速醫病關係的溝通與治療 記者黃冠維和文宇高雄報導 感謝收看七月二十一回中間台南電新聞 我是君文家 我們再會 我們要留意的事 他說到母親阿姆 為了還要做生意的事 就已經到達了 我們要做生意的事 在這裡 我們要做生意的事 然後我們要做生意的事 也要做生意的事 那麼快 我們要做生意的事 真是為了 我們要做生意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